一个老抠门凭借自己的本事 隐差阳错让村里人以为他是个有本事的算命先生 没想到误打误撞之下 还帮献老爷破了一桩美妇连环杀人案 这个就是咱们要说故事 老抠门会算命 故事开始的时候 牛旺财正在家里美滋滋地吃着的村里 牛大壮送来的烧鸡呢 他媳妇无事就向骂道 吃吃吃 早晚让别人知道你的事 等你露馅之后 村里人在你空门的外号后面 再给你加上一个神棍的外号 看你怎么办 牛旺财听后不以为然地说道 哼 就我这个本事 他们什么时候也看不破的 不过呢 牛大壮的这个烧鸡确实是个意外 以后这种牛还是少吹为妙 说完又美滋滋地吃了起来 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牛旺财的老婆 为什么叫他老抠门呢 牛大壮为何又要送烧鸡给牛旺财呢 这其中的故事还是挺有意思的 听我慢慢地给您说来 牛旺财就是牛家庄的一个种地农民 不过他在他们村里还是比较出名的 这名声并不是很好的名声 而是抠门 抠得出名 也是一个铜钱恨不能掰成两半花的主 想从牛旺财的手里借东西 那就是城头上挂帘子没门 所以大家伙就给牛旺财 取了一个外号叫牛老抠 牛老抠的心态还是比较好的 对大家伙给自己起的这个外号 也不怎么在意 谁愿意谁叫 自己呢反正不往心里割 不过最近叫牛旺财牛老抠人不多了 而是给他换了一个外号叫牛半仙 牛老抠什么时候成了算命先生了 这还得归功于牛老抠的特殊本领 前段时间天气晴朗 万里无云 牛老抠头戴斗笠 身穿缩衣 扛着锄头就下地干活了 他的这一打扮在当时的社会 就是标准避雨的装扮 走到大街上 大伙都纷纷嘲笑着说道 牛老抠 这天气这么好 你穿戴的这么严实 是不是想给自己捂出汗水来 好浇灌自己家田地呀 牛老抠听后也不生气 就开口说道 哼 你们笑什么笑啊 今天有雨 现在不穿戴好 一会到地里干活的时候 下了雨 看不把你们全部都临城落汤鸡 大伙听后都觉得是牛老抠为自己的抠门找借口 对他的话也不在意 都去地里干活去了 刚开始的时候还嘲笑牛老抠用汗水浇了多少地了 可没曾想刚才还是晴空万里的天气 没一会的功夫就乌云密布 等大家伙发现不对劲的时候 已经晚了 大雨倾泻而下 个个都被淋成了落汤鸡 这回牛老抠得意地说道 哈哈 这下你们这回信了吧 大伙心中这时候都充满了疑虑 这牛老抠怎么知道今天要下雨的 难道他会算命不成 这时候有人就说道 哼 牛老抠要是能有算命的本事 早就发了大财了 至于过得这么抠门吗 我看这次就是他瞎猫 撞见死耗子碰巧了 大伙听后感觉十分有道理 过了几天之后 一大早天空就乌云密布 看样子是有雨呀 大伙都想趁着这雨 没有下下来的时候 把地里的活都给干了 然后个个都是头戴斗笠 身穿缩衣 装备好就去下地了 可半路上大伙就碰到 没有装备任何语句的牛老抠了 大伙就好奇地说道 牛老抠 这天气马上就下雨了 你啥都没有穿 不怕被凌晨落汤鸡呀 牛老抠笑着说道 今天不会下雨的 大伙都不信呢 这天空中乌云密布 你说没雨就没雨呀 你以为你是龙王啊 还掌管着天下的雨水 都没有理会 牛老抠去地里干活了 可这活都干到上午了 天上没有一滴雨水落下来 反而没一会的功夫乌云散去 露出了太阳 大伙这时候都是头戴斗笠 身穿缩衣 装备都很好 阳光一出来热的都不行了 汗如雨下 牛老抠这时候嘲笑着说道 这天上不下雨 你们这是用汗水浇灌田地呀 哈哈 大伙这时候都好奇了 这个牛老抠怎么那么神呢 他说不下雨 还真的就没有雨 难道他还真的能掐会算不成 大伙都围着牛老抠问他 牛老抠 你怎么知道今天不下雨的 对了 还有上次你怎么知道会下雨的 牛老抠看着大伙对自己投来的的敬重目光 就装模作样地说道 当然是我能掐会算 算的了 大伙都好奇地问道 牛老抠 你啥时候学的这本事 以前也没见你显露过呀 牛老抠神秘地说道 这是天机不可泄露 这时候人群中的牛大壮就说道 牛老抠 啊不对 旺财大哥 你能不能帮我算算 我媳妇前两天把他的耳坠子丢了一个 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呢 如果你能算出来 我就给你买只烧鸡 牛老抠听后就笑着说道 大壮啊 就你媳妇的那个小豹脾气 你觉得一只烧鸡够吗 确实牛大壮的媳妇春花脾气暴躁 这两天就一直追着牛大壮要耳坠了 牛大壮也想给他找到 可找了两三天了依然是没有找到 如果今天再找不到的话 自己就得再给他再买一副了 这可要花不少钱呢 所今天凑这个机会 想让牛老抠给他算一下 没想到牛老抠竟然还想趁火打劫 牛大壮就想了一下就说道 旺财大哥 只要你能算出来 我媳妇的耳坠丢在了哪里 我给你买上两只烧鸡 你和嫂子一人一只 牛老抠听后笑着说道 这还算你懂事 然后牛老抠就装模作样的掐算了一番说道 你回家到你家水缸下面仔细找一找就能找到 牛大壮听后赶忙回家到他家水缸下面去找找 果然让他在水缸下面找到了他媳妇丢失的一只耳坠 心中大喜 心想这牛老抠还真的是神了 然后就买了两只烧鸡给他送去了 大伙见牛大壮提着两只烧鸡给牛老抠送来 纷纷询问是什么情况 牛大壮就说道 自己听了旺财哥的话 果真在他家水缸下面找到了他媳妇丢失的耳坠 买来两只烧鸡是特来感谢牛旺财的 大伙一听都棱住了 没想到牛老抠还真的有本事 再联想到他之前预测的两次天气也是非常准的 大伙就不再叫他牛老抠了 改叫他牛半仙了 于是大伙纷纷向找他给自己算算 牛老抠接过两只烧鸡说道 今天是不行了 用功过度 以后再说吧 然后就美滋滋的提着两只烧鸡走了 牛老抠拿着两只烧鸡并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到集市上退了一只 换了两个铜板 拿着另外一只回家了 至于为何不把两只烧鸡全部退掉 因为牛老抠也馋了 好长时间没有吃过肉了 正好拿着这个烧鸡回家 让自己媳妇也尝尝 毕竟自己能算出那天下雨 那天不下雨全仰仗自己媳妇的功劳 原来牛老抠的媳妇患有老寒腿的毛病 只要一要下雨的时候 她的腿就疼得厉害 牛老抠就是发现了这个规律 才知道那天要下雨 那天不下雨的 至于牛大壮媳妇的耳坠 掉到她家水缸下面 也是她蒙的 因为牛大壮的媳妇春花平日里很少出门 就在家里整理家务 畏畏积压 这些事情都少了用水 所以就猜她媳妇的耳坠掉到了水缸那里 没想到还真的让牛老抠给蒙对了 咱们标题说的是老抠们成了算命先生 还帮献老爷破了美妇杀人案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就是人怕出明珠怕状的后果了 说得献老爷周大人最近是烦透了 他也丢了东西了 而且丢的还是价值连城的一对翡翠手镯 这可是他和媳妇的定情信物 现在找不着了 看着自己媳妇整日为这是愁眉苦脸的 周大人心情也烦闷 派了好多下人去找 一直没有找到 周大人以为让城里的小毛贼给偷去了 又下令全城搜捕小偷 虽然小偷是抓了不少 但依然没有找到手镯 这天周大人回到家里 他媳妇就询问有没有找到手镯 周大人就说还没有找到 自己已经加派人手追捕城里其他小偷了 他媳妇听后就怒道 你们衙门的捕块就是一群饭桶 这么点小事现在还找不到 还不如街边的算命先生呢 周大人听后心里一动就说道 夫人都说高手在民间 我这就让师爷找个厉害的算命先生给咱们算算 看看这镯子到底丢在那里了 其实周大人这么做是有自己的目的的 他是不信风水算命这一套的 就想借此机会想打压一下这算命的风气 如果能算出镯子在那里 正好了了自己夫人的心愿 如果算不出来 自己正好用这个借口把城里的算命先生都给赶走 到了第二天 周大人就把这个事情安排给师爷张成了 张成和周大人一样 对算命这一套也不信 听了周大人的计谋之后 连声说道 大人真是高明 小人马上就去办 不出半天的功夫 张成就让不快把全城的算命先生给带到了衙门了 周大人就把自己丢镯子的事给这十几个算命先生说了 让他们在一炷香的时间算出来的自己镯子掉在那里了 要是算出来有重赏 要是算不出来 全都卷铺盖走人 不能在城里待了 这十几个算命先生一听 也都着急了 纷纷地拿出自己的看家本事算了起来 一炷香的功夫很快就到了 周大人让不快按照这十几个算命先生说的地方去找 可一个也找到 周大人现在心里是喜忧参半 你有一个算得准的也行啊 现在都没有找到 一气之下就让不快把这些算命先生给赶出城去 这时候一个算命先生就说道 大人 牛家庄里听说有个牛半仙 很灵验 可以找他来算一下 周大人听后就让张承代补 快去把牛半仙给带来 牛老抠自从让村里叫成牛半仙之后 生活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不时有人问牛老抠今天有没有雨 牛老抠每次说的都很准 大伙都会时不时地给他拿些东西表示感谢 张承带着捕快通过打听就找到了牛老抠家了 跟牛老抠说明情况之后就要把他带到衙门去 牛老抠一听吓坏了 自己根本就没有那算丢失东西的本事 上次也是懵的 这要是去给县老爷算得不准 自己保证没有好果子吃 可要是不去的话 现在就没有好果子吃 为了不让媳妇吴氏担心 就说自己去去就回来 还问了自己媳妇腿疼不疼 吴氏虽然担心自己丈夫 但他也没有什么办法 只能告诉牛老抠自己的腿疼得越来越厉害了 牛老抠听后就跟张承和两个捕快上路了 走到半路上 牛老抠就说道 大人 这眼看就要下雨了 咱们在前面的客栈必一下雨再走吧 张承听后 抬头看了看晴朗的天气说道 你就别装神弄鬼了 这么好的天气会下雨啊哼 牛老抠见他们不信也没有办法 只好跟着三人继续向前走 巧的是 等三人刚走到客栈就下起了大雨 张承和两个捕快顿时都被牛老抠给惊住了 这也太灵了吧 这可是真半仙啊 张承不敢怠慢 赶忙在客栈里给牛老抠安排了一桌好酒 好菜招待 反正这雨下的一时半会也走不了 张承和两个捕快为何要款待牛老抠呢 因为这些老爷夫人的镯子就是他们三个合伙偷的 现在那镯子还放在一个捕快家里呢 现在看到了牛老抠的本事 他们三个都吓坏了 要是一会到了衙门真的让他给算出来了 那他们三个都跑不了 所以在酒桌上张承和两个捕快就给牛老抠交了实底了 请牛老抠放他们一马 并且答应 只要牛老抠不揭发他们三个 会送上五十两作为报酬 牛老抠心中暗喜 没想到自己还吓唬住了几人 立马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并且让其中一个捕快把手镯给藏到一个地方 自己到时候告诉县老爷就行了 等雨停了之后 几人按计划行事 牛老抠则是装模作样在周大人面前算了一下 就说出了正确的地方 周大人也被惊呆了 难道这个牛半仙真的有本事 不行自己还得再试试它 牛老抠见手镯已经找到就想回家 周大人却说道 大师天色已晚 你就在这里住一晚 明天再做打算 然后就让张承把牛老抠给好好的安排一下 牛老抠一看这些老爷是想把自己给留下呀 要是再让自己给算其他的 这不就全露线了吗 那后果就是让县老爷给撵出县城 自己不就没家了吗 牛老抠左思右想还是决定跑路 然后他就趁着夜色偷偷地溜出了衙门 这大晚上街上都是有巡逻的捕快 今天自己衙门出了风头 让捕快都认识了自己 可不能让他们发现了自己 要不然还不得再把自己给带到衙门呢 所以牛老抠就东躲西藏的躲避捕快的巡逻 好不容易从城里逃了出来 就想抄小路回自己家里 可还没走两步呢 脚下一个悬空人就没了 牛老抠心想坏了 肯定自己刚才没有注意走到一个枯井前面了 现在牛老抠正往下做自由落体运动呢 心里还在默默祈祷 这井千万不要太深 不然非把自己摔坏不可 不过让牛老抠感到意外的是 自己并没有感到非常疼痛 反而感觉自己好像是砸在了什么东西上 还软绵绵的 牛老抠就壮着胆子朝自己身下望去 这一看可把牛老抠给吓了一跳 自己感不到疼痛是因为自己身下压了一个人 牛老抠一磨这人的鼻息心中大惊 这人已经没了气息了 而且身上还有一丝的余温 说明没了一段时间了 牛老抠这会还心里暗自庆幸 不是自己砸死的 要不然自己真的摊上屎了 不过这要是明天让人发现自己在这个井底和一个死人在一块 自己就算再能说也脱不了干系 现在也不能回家 最安全的地方就是衙门了 牛老抠费了半天的功夫从枯井里爬了出来 辨认了一下方向就朝着衙门跑去 到了第二天一早 周大人就让人把牛老抠给带到堂上了 周大人就说道 牛大师 你算一下我手里拿了一个什么东西 如果算得准的话就让你回去 如果算得不准和昨天的算命先生一样 念出城去 牛老抠听后心中急坏了 自己要是算不准的话 这就无家可归了 现在牛老抠算是明白了 这些太爷不喜欢算命的 不然的话自己昨天帮他找到镯子 也不会一点奖赏都没有 今天一早还要为难自己 这时候周大人说道 大师你敢开始算啊 我手里到底拿的是什么 牛老抠本想说 这一大清早自己不易做法 还是到上午再说吧 可他刚开口说了这一大清早几个字 周大人就开口说道 牛大师果然是神人呢 我手里拿的就是一个大清早 这你都算出来了 听到周大人说的话 牛老抠后面的话都让他给憋回去了 心想 自己幸好说的是一大清早 要是说个早晨这两个字 不就无家可归了吗 牛老抠一看自己又蒙对了 就想让县老爷放自己回去 可就在这个时候 衙门外的冥冤鼓敲得是震天响 周大人就让牛老抠先在一旁歇着 等自己审完案子再处理他的事 牛老抠没办法 只好在一旁待着了 没过一会的功夫 一个长相俊美的夫人就到了大堂上了 周大人见到来人之后 眉头都皱到一块了 这女子周大人是知道的 她是李三的媳妇孙氏 前段时间孙氏前来报案 说自己相公李三经常喝醉酒打自己 醉得越厉害 把自己打得越厉害 周大人一听感到非常气愤 这李三也太不懂得怜香惜玉了吧 就把李三带到堂上打了二十大板 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没想到几天之后 孙氏又来报案说李三好了之后 又把自己给打了一顿 周大人就让师爷去他们家里做调节 没想到几天之后 孙氏又来报案说李三还是打他 周大人让孙氏搞得头都大了 他也派人查了这个李三 这个家伙就是一个酒鬼 而且还在一个酒坊里干活 整天是喝得醉醺醺的 这次孙氏前来 估计是又来状告李三打他的 不过这次出乎周大人的意料的是 孙氏这次并不是来状告李三打他的 而是报案说自己丈夫不见了 昨天一夜未归 今天自己到酒坊询问 说他很早就回去了 可就是不见人影 恳请大老爷派人寻找他丈夫 周大人听后立马也重视起来 这一个大活人说不见就不见了 立马就让捕头带人去寻找 可找了一上午的功夫 也没有李三的踪影 这人就好像是从人间蒸发了一样 周大人可急坏了 就在这时候 周大人就看到牛老抠了 找东西牛半仙专业啊 自己找他算算得了 虽然这有损自己的威严 但先把人找着要紧啊 然后周大人就对孙氏说道 这牛半仙可是非常厉害的大师 本老爷丢失的手镯 都是让牛半仙给找到的 让他帮你补算一下 你相公在那里 保证能找到 牛老抠一听可吓坏了 找人自己那有这个本事啊 可以想到现在如果被积了牢底 肯定没有好果子吃 只要硬着头皮上了 牛老抠就找孙氏问了 李三的样貌特征 这一问牛老抠就愣住了 这和自己昨天在枯井里碰到的死人 不是一样的样貌吗 然后牛老抠心里就有数了 又装模作样的掐算了一番说道 这人在城外东郊二里的一处枯井里 周大人听后就赶忙让捕快去查看情况 而孙氏听后则是脸色惨白 过了一会的功夫几个不快就回来了 还把李三的尸体给带回来了 周大人询问是什么情况 不快就说道 他们按照牛半仙的指示 果然在枯井里找到了李三的尸体 周大人听后心中大惊啊 难道这个牛旺财还真的有本事 并不是什么江湖骗子 竟然一下子就把人给找到了 既然如此的话 不妨就让给算算到底是谁杀害了李三 周大人把这个要求一说 牛老抠都猛了 死死地盯着孙氏 心说你这个女人真是太烦人了 要不是你前来报案 老子早就回家里 还在这里战战兢兢的受气啊 孙氏已经被吓得脸色惨白了 他也没想到这算命先生如此厉害 一下子就把自己相公给找回来了 现在有怨恨的盯着自己看 肯定发现自己做的事情了 受不了这强大的心理压力 就说道 大人 我招 我全招啊 原来李三是孙氏和马六合力杀死的 这个马六是九方的掌柜 也就是李三的老板了 偶然的机会就见了李三的媳妇孙氏 然后就让孙氏给迷住了 然后就趁李三在九方干活的时候 来勾搭孙氏 孙氏本来就嫌弃李三没本事 很快就和财大气粗的马六好上了 不过这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很快这事就让李三给知道了 面对财大气粗的马六李三 也没什么办法 就把气洒在孙氏身上 孙氏本就理亏 让李三打几顿 也没什么怨言 可李三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还打上瘾了 孙氏受不了就去报官 李三怕家丑外扬 也没有揭发孙氏的丑事 依然是每天都打孙氏 孙氏最终受不了 就和马六趁李三醉酒把他给杀了 然后抛尸枯井 本以为这计划天衣无缝 没想到栽倒了牛老抠的手里 现在案情明了 孙氏和马六被打入了死牢 这是周大人上任以来 破获得最快的一桩命案了 对牛老抠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这下就更不让牛老抠回去了 想把刘道衙门帮自己做事 以后有个什么案子 自己也不用派人查了 直接让牛老抠一算不就出来了 牛老抠知道自己在待下去 迟早会露线的 就给周大人 坦白了自己所有的经过 只不过是隐瞒了师爷偷手镯的事情 周大人听后 这才明白了其中的原委 知道牛老抠并不是算命先生之后 就让他回家种地了 牛老抠到家之后 拿着师爷给的五十两 还有周大人临来的时候赏赐的五十两 和他媳妇美滋滋地过起了小日子 唯一不同的就是不再那么抠门了 一个小伙为了能吃饱饭 就去学做厨师 可他美到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会倒霉 最后小伙到了一个漂亮的寡妇家里做厨师 这寡妇会倒霉吗 这就是咱们要说的故事 倒霉厨师俏寡妇 话说在柳州的张家庄里 有个名叫张天宝的小伙子 张天宝家里穷苦 整日里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 他老爹给他留下二亩薄田 就得病挂掉了 张天宝一看自己在老家 也混不出什么名堂 更不用说娶媳妇了 索性就把自己家里的田地和宅子都卖了 拿了一笔钱 就到城里闯荡去了 张天宝都考虑好了 自己到了城里先找个饭馆大吃一顿 然后再给掌柜说 自己没钱 就是来吃白食的 可以干活抵饭钱 目的就是留在饭馆里 在后厨看能不能跟厨师套上近乎 自己也学习个厨师的手艺 等自己学成了 这以后就再也饿不着了 张天宝的想法是挺好的 可现实还是挺残酷的 一连白吃了三个饭馆 最后一个掌柜的才同意 让他去后厨干活抵饭钱 前几个饭馆 一看他是吃白食的 直接就碰做一顿扔到大街上 到了后厨之后 张天宝就傻眼了 这饭馆的大厨是女的 一问之下才知道是掌柜的媳妇 原来张天宝这次白吃的饭馆 是一对小夫妻开的 刚开张就碰到张天宝 这个吃白食的家伙了 肯定不能放他走啊 就把他弄到后厨刷碗去了 张天宝的目的不是来刷碗的 而是来偷学做菜的 所以没事的时候就围着老板娘转悠 尤其是在他做饭的时候 后来这事让老板知道了 心想这家伙不仅要吃白食 看他这意思还想撬走自己媳妇啊 就要把张天宝赶走 也不用他干活抵饭钱了 张天宝一看老板误会自己了 就说出了自己想学做菜的目的 并不是对老板娘有啥想法 自己可以在这里免费打工 只要管炖饭就成 老板一听这下才明白了 这家伙不是打自己媳妇的主意 而是想学做菜啊 自己的饭馆刚开张 正好人手不够 来个免费干活的也不错 还能帮自己看下店铺 就同意张天宝在这里了 张天宝以为自己会在这里 学到不少的做菜手艺 没想到这老板娘就会两手菜 一个是西红柿炒鸡蛋 一个是西红柿打卤面 张天宝没用几天的功夫 就把这两个菜给学会了 其他的菜老板娘也不会 也是现学现卖 这做出的口味就可想而知了 而且这夫妻两个还是心善的人 碰到困难的过路商人 就是没钱也让别人吃饱 虽然这些人口头上说不久后 就把钱送来 可真正能送来的没有几人 不出意外 没过多长时间 夫妻两个人的小饭馆 就关门了 张天宝也失业了 这次张天宝学聪明了 再找就去找大的酒楼 大酒楼里肯定有大厨师 而且没有特殊情况 不会倒闭的 还有吃白食的时候 张天宝也总结出了经验了 不能吃太少的东西 吃的东西太少 价钱不多 一般都会让人揍一顿 给扔出来的 想留在酒楼里 一定要多点菜 这样的话 酒楼就不会揍你了 还一定会把你留下干活底饭钱 就这样 张天宝凭借自己的经验 顺利地混入了 红福酒楼的后厨干杂活去了 红福酒楼不亏是城里有名的酒楼 后厨都比他当初待得小饭馆大 大厨都有三四个 张天宝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 还有会看眼色的本事 和几个大厨师混得都不错 这几个大厨一高兴 也乐得指点一下张天宝 很快张天宝的厨艺得到了很大的进步 正当张天宝想跟掌柜提出来 自己也想当个小厨师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酒楼大掌柜不知怎么搞得得罪了县老爷 酒楼被查封了 张天宝又失业了 他欠酒楼的饭钱还没有还清呢 现在也不用还了 经过这两次的失败之后 张天宝觉得这大酒楼也不靠谱 不如去一个豪门富户家里 做私人厨师 时间还自由 说不定还能和府上的丫鬟 搞到一块娶个老婆 想到这里 张天宝心里都乐开了话了 然后就四处打听 看那个园外家里找不找厨师 还别说 还真的让张天宝给找到一个 这个园外名叫王德成 是一个妥妥的爆发户 王德成之前是做小买卖的 不知道这家伙走了什么狗屎运 这两年突然发了大财了 家里的小房子全卖了 在城里的繁华地段购置了大院子 然后就学着别的大户人家的样子 招了不少的下人 这不现在又张贴出告示 要在府里招一个厨师 张天宝一看自己的机会来了 就报名参加了 一共有二十多个人来参加 竞争可以说是相当的激烈 不过张天宝 还是凭借几个大厨传授的手艺 占到了最后的阶段 只剩下张天宝和另外一个人了 最后考试是王德成亲自出的 桌面上的食材就是简单的两样 西红柿和鸡蛋 王德成就说了 自己在没有发迹之前 最爱吃的就是西红柿炒鸡蛋 你们两个谁做的和自己的口味 谁就留下 王德成在品尝了张天宝 做的西红柿炒鸡蛋之后 激动地说道 对对对 就是这个味道 原来 王德成在没有发迹之前 也到过张天宝 刚开始待的那个小饭馆 吃过饭 那时候他做生意赔了 吃饭后 没钱结账 掌柜的也没有难为他 还说 以后有钱再给就行了 等自己有钱后 那夫妻两个的小饭馆 早已经关门大吉了 所以王德成对那个小饭馆的 西红柿炒鸡蛋的味道 还是比较怀念的 不出意外 张天宝 凭借着和老板娘学的 一手西红柿炒鸡蛋 赢得了最后的比赛 进了王府 当了厨子了 后来在王府的时间长了 张天宝就了解了 王德成的为人了 原来王德成也是穷苦出身 如果不是他媳妇香秀一直鼓励他 他也不会走运发财的 王德成现在有钱了 把自己家里弄的和别的富户家一样 想成为一个让人瞧得起的有钱人 他家里能换的都换了 就是一样 没有换过 就是他媳妇香秀 张天宝每次见了香秀 都感叹王德成的好运气 香秀长得实在是太漂亮了 肤白貌美 显得特别有气质 张天宝就在心里想 自己什么时候 也能找到一个像香秀这样漂亮贤惠的女子做老婆呀 由于张天宝不仅饭菜做得好 而且嘴巴还能说会道的 在王府里很受王德成和香秀的喜爱 正当张天宝认为自己终于找了一个不错的落脚处的时候 这意外还是发生了 王德成有钱之后 想要把自己的生意做得再大一些 就常常的跟一些其他原外或者商人吃饭喝酒到很晚 生活很不规律 时间一长呢 身体就吃不消了 不幸的是得了胃病了 更倒霉的是本来他的胃病不是什么大毛病 找个郎中吃点要调养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 可偏偏王德成学别的原外贴告示 高价聘请郎中到府内诊治 你想啊 这高价聘请的郎中 有可能有真才实学 有可能就是江湖骗子啊 倒霉的王德成就遇到了一个江湖骗子 这家伙满嘴的跑火车 把王德成的病症故意说得很严重 需要长时间的治疗 大概需要一个月的功夫 香秀对这也不懂 让郎中赶紧的给治 谁知道这家伙根本没有什么真本事 三下五除二 不到半个月的功夫就把王德成的病情给耽误了 张天宝发现这郎中就是个混吃喝的主 赶忙到回春堂请孙郎中来个王德成诊治 可为时已晚 孙郎中也没有什么办法 香秀一气之下就把报官把这个江湖骗子给抓了起来 王德成临终之前 拉着香秀的手说道 媳妇 真的对不起啊 说好陪你一起走下去的 没想到我先走一步了 我这唯一的遗憾就是咱们儿子小宝 才七八岁 你一定要好好地把他抚养长大呀 就算你以后再改嫁的话 也要找个对小宝好的男人 说完王德成就挂掉了 香秀哭得伤心欲绝啊 没想到好好的一个人就这么没了 剩下他们孤儿寡母 以后怎么生活呀 好在王德成生前把全部的铺子都兑换了出去 给香秀和小宝留下了不少的钱财 够他们娘两个花一辈子的了 这偌大的王府没了男主人后 只有一个翘寡妇来管家 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一些下人也投机取巧 经常把府里一些值钱的东西偷拿出去卖 所以 香秀就对府里进行了一番裁员 幸好张天宝做人算是本分 并没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不在被裁员的名单里 经过一番裁员之后 王府里只剩下他一个厨子 还有两个伺候的丫鬟 和两个干杂活的吓人了 正当张天宝以为这下不会再出什么事的时候 意外又来了 俗话说 寡妇门前是非多 何况香秀还是一个长相漂亮 还非常有钱的寡妇呢 等王德成去世后半年 来香秀家提亲的媒婆多的能把家的门槛都给踏破了 可香秀根本没有心思再改嫁 后来这媒婆也渐渐的不来了 不过凡事都有例外 其中就有一个人对香秀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这个人还得从香秀去衙门告那个江湖骗子说起 当时抓捕那个骗子的捕头叫周安 献老爷的一个远房表直 这个周安是个好色之人 虽然没有成家 但经常出入一些风月场所 见到香秀之后 就被香秀的容貌给迷住了 在了解到了香秀家里的情况之后 周安心里就有了想法了 如果自己能把这小寡妇给拿下 不仅每人到手 还能一下子成为豪门富户 这种好事去那里找啊 所以周安就经常借助办案为由 来香秀的家里找她 刚开始的时候 香秀还以为周安是秉公执法的毫不快 后来就发现了这家伙 罪翁之意不在酒 然后就不再理会她了 可周安怎么会放过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啊 越是得不到的 自己就越想得到 来香秀家媒婆少的原因 也有周安的功劳 大伙都知道周安在追求香秀 也不敢去得罪她 所以来的媒婆就少了 这天傍晚周安喝了不少的酒 心里想着香秀俊美的脸蛋就一阵火热 然后晃晃悠悠的就跑到香秀家了 下人也知道周安的身份拦不住她 香秀一看周安又来骚扰自己 就说道周安你赶快走 不然的话我就报官来抓你了 周安一听就笑着说道 哈哈报官香秀你忘了 我就是不快了 现老爷可是我输 香秀一看也吓唬不住周安 就又说道周安你条件这么好 那么多的大户人家的小姐你不挑 干嘛非缠着我这个寡妇啊 再说了我还带个孩子呢 周安就笑着说道 香秀我第一眼看到你就喜欢上你了 我不稀罕什么大姑娘 就喜欢你这样的会疼人 娶一个还送一个多划算的买卖呀 香秀听周安说完 心里感觉一阵恶心 这家伙分明就是贪图自己的美色和家产 自己可不能把自己相公交给他的钱财交到这人手里 然后香秀就说道 周安 周不投 你赶快走吧 我已经有了一中人了 根本不喜欢你 周安听后顿时脸色一沉说道 什么 有一中人了 谁那么大的胆子 敢跟老子抢女人 活得是不耐烦了吧 周安见香秀神色恍惚就说道 哼 你该不会是骗我的吧 告诉你 老子能看上你 是你的福气 以前对你客气 是想用真心打动你 现在看来的抓紧了 不然你还想找别的男人 周安听香秀这么一说 也等不及了 决定来个生你煮成熟饭 到时候香秀不愿意也不行了 想到这里 周安就一把搂住了香秀 想对他来个霸王硬上弓 香秀见状是奋力地挣脱开来 然后打了周安一巴掌 大骂他是臭流氓 周安见状也是怒了 一脚就把香秀踹到在地了 打算硬来的时候 张天宝就破门而入了 原来张天宝来给香秀送宵夜 在门外听到了里面的动静 他本来也不想多管闲事的 但听到香秀惨叫一声 就再也忍不住了 进门以后看到周安正欺负香秀 拿起桌上的茶杯 就一把砸向了周安的脑袋 周安正在兴头上 冷不妨让张天宝给砸了一下脑袋 惨叫一声赶忙站起身来 看到是张天宝砸了自己 顿时就怒道 好你个下人 你竟敢打我 你不想活了 张天宝也是头脑一热 就说道 打的就是你这个臭流氓 春秀这个时候 也站起身来 一把抱住了张天宝的胳膊 就说道 周安 这就是我心找的男人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周安和张天宝 让香秀的这个举动 都给惊呆了 周安就怒道 香秀 你说什么呢 他一个厨子 怎么能配得上你啊 张天宝也愣住在原地 他本来就是 想帮香秀一下的 没想到香秀会这样 周安见状就说道 好 你们给老子等着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然后就捂着后脑勺走了 等周安走后 香秀立马松开了张天宝的胳膊 焦急地说道 天宝这里有些银子 你赶快拿着这些钱跑吧 那个周安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张天宝就说道 夫人 我不能走 人是我打的 万一我逃走了 那个周安肯定会找你麻烦的 香秀听了 顿时心中一暖 自从自己的丈夫走后 就没人这么设身处地地关心过自己了 香秀就红着脸问道 天宝 你是不是也喜欢我呀 张天宝 听香秀这么一问 脸色立马通红了 就说道 夫人 我我 然后就结巴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其实张天宝心里是喜欢香秀的 虽然香秀现在是个寡妇 但他人美心善 还非常有女人的味道 是张天宝的梦中情人 在香秀的心里对张天宝也是有好感的 虽然他只是一个下人 但是做的一手好饭菜 自己和儿子都喜欢吃 而且每天晚上的还贴心给自己做好吃的宵夜 还不顾周安捕头的身份就自己 香秀一下子就让张天宝给破防了 就问出这话 香秀见张天宝脸色通红 也明白了张天宝对自己的意思 这房间里的气氛一下子就暧昧了起来 两个人都是深情地注视着对方 正当两人有进一步动作的时候 房门就被踹开了 周安带着几个不快就冲了进来 周安见到两人如此暧昧 气得不行 就说道 小子 你刚才竟然殴打我 现在我要把你带到衙门治罪 你就别想着再出来了 香秀见状连忙说道 周安 求你放过天宝吧 我可以给你钱 周安见香秀 竟然为了一个吓人求情 这样的自己不能不救他 到了第二天一早 香秀就跑到衙门告状去了 他本以为张天宝会让周安给收拾得很惨 可见到他之后就愣住了 张天宝啥事没有 在看大堂上坐了两位大老爷 一个坐在中间 一个坐在旁边 坐在旁边的那个还在一直擦着额头上的汗呢 香秀就把周安调戏自己 把张天宝带走的事详细地说了一遍 坐在大堂上的大老爷就一趴经堂木就说道 哼 好一个周安 看来是你这个叔叔给了你不小的权利呀 坐在一旁的县老爷 这会是真的坐不住了说道 其实这个周安不是我的什么侄子 原来在大堂证当中坐着的是知府吴大人 旁边坐着的是本县的县老爷马大人 吴大人可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好官 时不时会到下面的县城来明察暗访 这次就跑到了马大人的地界来了 在昨天晚上添探查牢房的时候 正好碰到了周安想收拾张天宝 张天宝也不是吃素的主 见到周安想对自己动用私刑 就大声地叫嚷周安公报私仇 逊私枉法 正好让吴大人给听到了 然后吴大人就问明了这事情的缘由 立马就把周安给控制住了 今天一早本想让捕快去带香秀来问清楚的 没想到香秀自己先到衙门告状过了 吴大人对周安的做法非常恼怒 要惩治他 其他看热闹的百姓一看 吴大人要处置周安 立马有好几个受到过周安欺负的人都站了出来 指责周安以前怎么欺负他们 给县老爷告状 他也不管 吴大人听后就让他们细细说来 听完之后就说道 诸位乡亲你们说的是本官都已经记下了 这些事情我都会一一处理的 然后就把周安和马大人先给官入大劳厅后发落了 把张天宝就给放了 张天宝谢过吴大人之后就和香秀回家去了 等到了王府之后 两人精次一劫 也都明白了各自的心思 没过多久张天宝就娶了香秀了 成亲之后 两人是恩爱有加 一年后香秀还给张天宝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一家四口就幸福地生活在一块了 咱们大伙都常说一句叫做 知女莫若母 知子莫若父 这大体意思就是天下间最了解你的就是自己的父母了 因为父母就是孩子的引路人 孩子就是父母的一面镜子 就像我小时候父母不在家的时候 让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学习 那指定是不能好好学的 非得偷看会电视才行 如果半路父母突入回来 就赶忙把电视关上 假装学习 现在自己有了孩子 发现这小子和自己小时候简直一样 让他在家学习 指定也是不学的 非得看会电视 或者玩会手机平板才行 要是自己突然回家的话 就发现这小子假装在学习 摸着还散发着热量的电视机 就知道这小子是没有学习 关完了 他以为自己装得挺好的 其实我早就知晓一切 就是不愿意说他罢了 现在想想自己小时候 感觉自己的小把戏 也可能让父母给看穿了 挺可笑的 好了 废话不多说了 咱们今天 这个故事就是一个母亲挽救儿子的事情 故事发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 村子名叫靠山村 顾名思义 这村子不大 背靠大山 只有二百多户人家 村子里有个名叫张大炮的小伙子 这小子从小就长得身强体壮 是他们村里的孩子头头 经常带着他们村的几个小孩子 和邻村的一个叫马大强的孩子头头 争抢后山好玩的地方 张大炮每次都能仗着自己强壮的体格子 把马大强给打得节节败退 这让他在孩子中有很高的威望 因为这个事 也没少让马大强的父母给找到家来 张大炮和马大强慢慢的变成了一对死对头 两人以后不管碰上啥事情 都会争夺一番 较量一番高下 春去秋来 转眼十来年的功夫过去 张大炮和马大强都长成了大小伙子 这期间也发生了很多事情 不过两人的名争暗斗一直不断 这不最近两人 因为一个姑娘又较量上进了 这姑娘是孙家庄的 名叫孙小翠 长得是非常的漂亮 张大炮就相中小翠了 有时没事就去找小翠 通过慢慢的接触 小翠和张大炮的感情也迅速升温 谁知道这个事情让马大强知道了 这个家伙直接让媒婆带李婷 去小翠家里提亲去了 张大炮知道之后就急了 心里暗骂马大强无耻 也是赶忙带着李婷请了媒婆去了小翠家了 小翠的父母一看 自己闺女这么受欢迎 而且这张大炮和马大强长得都不错 找谁做女婿都行啊 那肯定得找个有实力的 这样自己闺女嫁过去也不会受到什么委屈 于是小翠的父母就提出了一个奇葩的要求 就是谁出的彩礼多 就把自己闺女嫁给谁 他们这里的彩礼一般就是一两银子左右 马大强直接说自己能出五两银子 小翠的父母本就贪财 一听马大强能给出五两银子 心里顿时都乐开花了 张大炮听后心里顿时就犯愁了 这个马大强简直是太可恶了 竟然给出了五两银子的高价 五两银子对于他们这些贫困山区的百姓来说 那就是两年的收入啊 张大炮不知道马大强是怎么会有五两银子的 但自己现在可不能认输 这不单单是为了小翠了 还有自己的面子 自己赢了马大强十来年了 一直压着他一头 这要是拿不出更多的银子的话 不光是媳妇没了 自己的面子也一并没了 从此之后在小伙伴面前自己就抬不起头来了 看着小翠关切和担忧的目光 张大炮就说道 五两银子算什么 我出十两银子 此言一出 小翠的父母都愣了 马大强也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媒婆也提醒说道 大炮啊 这可不能胡说呀 如果你没有钱的话 这会让大伙笑话的 以后可就不好找媳妇了 这时候马大强也是不服气地说道 张大炮 你不要说大话了 我说出五两银子 这钱立马就能拿出来 你说你出十两 你能不能拿出来 要是拿不出来就是吹牛 张大炮就说道 虽然我现在拿不出来 但三个月之后我定然能拿出来十两银子 马大强听后就笑着说道 你就吹牛吧 你要是三个月能弄到十两银子 我马大强就彻底地扶你 从此任你做大哥 你要是拿不出来十两银子 你以后就要听我的怎么样 张大炮听后是不服气地说道 行 记住 你说的话 然后就气呼呼走了 等张大炮回家之后 就把今天的事情给他老爹说了 张老汉一听就气恼地说道 你小子又跟那个马大强志气打赌 这越来越离谱了 三个月拿出十两银子 你怎么拿 就算是把我这把老骨头给拆了卖了 也卖不到十两银子 张大炮听后 没好气地说道 不用你管 你给我几个盘缠 我明天就叫上几个朋友去城里找活去 我就不信了 那马大强不就是在城里干了两年活 攒下了五两银子 他能做的 我就能做 而且比他做得更好 张大炮的母亲吴氏这时候也过来说道 儿子大了 有些事情你就让他去做吧 咱们也找亲戚朋友借借凑凑 给儿子减轻一些负担 张大炮听后就说道 娘 您放心 儿子定然不会让您失望的 这时候村里的张三李四王五 也到了张大炮的家里 张三就说道 炮哥 你和马大强那小子打赌的事情 我们哥几个都听说了 你放心 我们哥三个商量好了 跟着你一块去城里干活 这挣的钱都给你 一定要把嫂子给娶回来 一定要狠狠地置一下那个马大强 张大炮看着几人感激地说道 谢谢 我一定会带着兄弟们找到好活的 咱们一起挣钱娶媳妇 张老汉看着几个热血沸腾的小青年 只能把到嘴边劝自己儿子的话给咽了回去 心想自己儿子也算是出息了 就让他去闯闯 人不疯狂往少年 随后就让媳妇给儿子准备行礼和盘缠去了 还没有忘了主妇把家里的作榨菜多给拿一些 自己儿子最爱的就是这一口了 到了第二天 几人就辞别了家人去上了去县城打工的道路 他们村离县城五六十里的路程 当然了这点路程对咱们现在来说根本就不是事 开车或者打车半小时就到了 有开车快的大神 十分钟就能开到 但以前没有这么先进的交通工具 大部分都是靠走着去的 再加上路不好走 他们搁几个到了城里就是傍晚十分了 几人一商量就找了一家小客栈住了下来 休整一晚 到第二天去城里找活 到了第二天一早 张大炮就给几人分工了 为了找到工钱更高的活 他们几个分开行动 中午到客栈集合 看谁找的活 工钱给的最多 他们几个全到去干活 安排好之后 几人就出发了 张大炮心想自己有这几个兄弟帮助 再加上让自己父母在老家给借借 三个月弄到十两银子还是很有希望的 虽然理想是很美好的 但现实却给了张大炮当头一棒锤 经过一个上午寻找 张大炮发现像他这种没有技术 没有学问的人 在城里只能找些贩卖苦力的活呀 往往这种活 是最苦最累 挣钱还是最少的 当然这其中也不免有些高工价的 就是到码头去搬货 多劳多得 但是给的工钱需要让工头抽走三成 自己的到手里就剩不下几个钱了 张大炮算了一下 就是他们五个全到码头去干活 这一个月算下来 除去平日里的吃喝到手 加一块 也不过一两银子 三个月也就是三两 自己父母估计最多能给自己凑个二两银子 这加到一块也就五两银子 还差上一半呢 张大炮现在有些后悔自己当初夸下海口了 现在只能希望张三他们几个 能不能给自己带来好消息了 等到了中午回到客栈里 大伙都是垂头丧气的 看来打探到的情况和张大炮自己打探到的差不了多少 这时候王武就说道 炮哥 不行咱们就去码头干活 说不定那天还能碰到一个贵人呢 张大炮听后就说道 这次我渡过难关之后 各位兄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尽管给我说 到了第二天 几人就去了码头了干活了 这时间一晃就过去两个月了 按照张大炮的计算 他们应该能剩下二两银子 可事实是他们现在别说二两银子了 还到欠工头五两银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他们几个在码头干得好好的 工头对他们几个人干活也挺满意的 有天工头就对张三说道 张三一会来个黄园外 他这次从外面带来不少好东西 一会让你们的兄弟去帮黄园外搬东西 要是干得好了 说不定黄园外还会有额外的打赏呢 张三听后心里乐坏了 这种好事还让自己碰到了 于是叫上 李四就等着黄园外 果然没一会的功夫 就有个穿着华丽的胖子从船上下来 工头赶忙招呼 张三两人去船上把东西搬到马车上 那个黄园外也笑着对两人说道 小伙子好好搬 干完活本老爷有赏 张三和李四听后心里干劲就更大了 等把全部的货物搬到马车上之后 本来等着领赏的两人 赏钱没有得到 却等到了黄园外的一顿臭骂 说他们两人搬货的时候 把自己的一个杯子给打碎了 价值七两银子 非让他们两个赔 不然就把他们送到衙门关入大牢里 张三和李四呢 见过这场面 顿时就吓坏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张大炮赶过来 在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之后 也是无奈 黄园外说自己的杯子让张三 他们两个打碎了 他们两人说没有打碎 就算是闹到官府 这些老爷也不可能向着他们这帮穷苦的人说话的 不是有句老话叫做 八字衙门朝南开 有礼无钱没进来 要是真的去了衙门 弄不好张三和李四就得被关入大牢 那自己到时候怎么跟张三和李四的家人交代呢 只好认赔 把二两银子拿出来 又找公投借了五两银子 写了借据 这事情才算是平息下来 这天傍晚的时候 几人在一块喝着闷酒 一个叫麻六的人找到了张大炮 这麻六也是在的码头扛活的 这家伙来这里是找张大炮 要些榨菜吃的 原来张大炮为了省钱 就把母亲无视给的榨菜拿到了码头上 买上一个馒头 就着吃 无意中让麻六给碰到了 就给他要了些 谁知道这家伙一吃就上瘾了 还说自己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榨菜 然后就隔三差五的找张大炮来榨菜吃 张大炮每次也是毫不吝啬的给他 这次麻六又来了 看着几个人垂头丧气的样子就说道 你们几个不要丧气 在码头干活都免不了这样的 我的借条还在公投手里呢 不过比你们幸运一些 我打碎的是一个叫什么亡源外的杯子 价值五两银子 基本上都快还完了 张大炮听后就拿出了剩下的榨菜 让麻六把自己的遭遇给详细的说了一遍 到了第二天 张大炮就对王五说道 小五子从老家带来的榨菜没了 你去回老家拿些回来 现在就走 王五听后就说道 炮哥 吴大妈做的榨菜确实是好吃 但我觉得咱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先去干活挣钱呢 张大炮听后就说道 不行 最好的就是这一口 没有母亲的榨菜 我干活没劲 这时候 张三和李四也说道 对啊 小五 炮哥让你去你就去 费什么话 就你瘦得跟猴子似的 一天也抗不了多少活 你的那份 我们替你扛了 王五见状 只能说道 行吧 我这就去回老家 找吴大妈去要榨菜 这时候 张大炮叫住王五说道 这是我从药铺给我母亲抓的药 他的腿不好 我老爹的腰不好 你拿去给他们 让他们按时吃药 咱们出来也两个月了 你家里就你一个独苗苗 好好地在家 陪父母两天再回来也行 不要着急回来的 王五听后拿着药就走了 等王五回家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的功夫了 王五没有先回自己家里 而是直接去了张大炮家里 张老汉和吴氏见到王五突然回来了 还询问自己儿子回来了没有 王五为了不让二老担心 就没有说出他们现在的窘状 只是说自己回来是拿榨菜的 炮哥的榨菜吃完了 他说一天不吃榨菜心里就难受 浑身没劲 而且还拿出了张大炮给他们二老买的药 吴氏和张老汉对视一眼 张老汉就说道 老婆子把家里所有的榨菜都给拿上 咱们跟着小五去看看儿子 吴氏听后就赶忙回屋去准备了 王五见状就疑惑地说道 张大爷 我这刚回来 还没有到家歇歇脚呢 这怎么就要再回去 炮哥说的让我晚两天回去也可以的 张老汉听后就说道 不行 咱们现在就出发 我怕你炮哥晚上没得吃 而且我们老两口 也挺长时间的不见儿子了 我们想去看看他 小五你放心 这次不会让你走着回去了 我去借个驴车 咱们驾车去 说着张老汉就去借驴车了 院子里就剩下发愣的王五了 王五怎么也想不明白 炮哥让自己在家里多待上两天 不着急回来 这张大爷咋回事 怎么这么晚了 还要着急去见儿子呢 难道就真的是去要送炸菜 这么简单吗 想了一会也没啥头绪 索性就不想了 等到了地方 自己再找炮哥问个清楚 没一会功夫 张老汉就借来了驴车 一路上三人无话 等到了城里 王五就领着张老汉老两口 朝着他们住的地方走去 等王五推开房门的时候 张大炮和张三里四三人 一下就愣住了 突然张大炮就用脚框框两声 不知道把啥东西给踢到了床底下 然后就怒道 小五你咋回事 我不是让你在家里多待两天 再回来的吗 你咋这么快又返回来了 王五苦笑一声说道 炮哥 我也不想回来 是你爹让我来的 还没等王五说完 张老汉和吴氏就进屋了 吴氏看着张大炮说道 孩子 我给你拿来了刚做好的炸菜 够你吃上一阵子的了 你这段时间瘦了 张老汉见到张大炮 也没有说什么话 就在这屋里打量翻找起来 看得王五一阵疑惑 这张大爷找啥呢 难道这屋里还藏了人不成 就见张老汉环顾了一圈之后 趴在床底下就从下面拿出了三根木棍 王五见状都冷了 不知道这张大爷还有这种本事 怎么会知道床底下有木棍 自己咋不知道呢 再看张大炮 这会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吴氏就说道 儿啊 你放这些木棍干啥 是不是又要出去跟人打架呀 你现在可不是小孩子了 要是把人打伤 咱得赔人钱财 要是出了人命 你可让我们劳两口咋活呀 王五不明白是啥情况 就问道 炮哥 咋回事 你们要去找人打架 怎么不叫上我呀 还当不当我是兄弟呀 这时候张三就说道 小五 你家里就你一个 炮哥怕你牵连进去 才把你支走的 原来上次麻六告诉张大炮 自己也打碎了一个圆外的杯子之后 他就感觉这事情不简单 定然是公投 和那些所谓的圆外来 吭骗他们这些外乡人的 而且张三和李四一 再保证自己 根本就没打碎过什么杯子 两人为了得到赏钱 都是轻拿轻放 怎么会打碎什么东西呢 张大炮是信得过自己兄弟的 所以今晚 他们就要去找公投问个明白 如果这小子不老实交代的话 他们搁三个 就准备给公投 好好地上一刻 没想到还没等三人出发呢 张老汉捞两口就来了 张老汉听后就说道 胡闹 这是把人打一顿能解决的问题吗 要通过衙门解决 把所有遭到过这种事情的人 都给聚到一起 一起到衙门去告状 不信献老爷还不管了 李四听后就说道 炮哥 张大爷说得对 咱们把受害者都给聚在一起 到衙门去告状 张大炮听后就说道 咱们刚来 不会有这么大的号召力的 张三听后就说道 咱们没有 那个麻六可是个老油子了 他不是爱吃吴大妈的榨菜吗 咱们让他去联系 他认识人多 张大炮听后就去找麻六商量此事去了 没想麻六一下子就同意了 到了第二天 宫头傻眼了 码头就三三两两的几个人干活 一问之下才知道其他人都去衙门了 宫头这时候意识不妙想要逃了 可惜晚了 让赶来的不快给带到衙门去了 经过县老爷的审礼 这宫头承认了自己联合街上的混混 让他们假扮员外碰瓷工人的事情 最后 宫头返还所有工人的工钱 让县老爷关入大牢了 麻六带着工人说道 大炮 这次多亏 你母亲的榨菜 让我联系到了这么人 不然咱们也告不赢那宫头 也拿不回咱们的血汗钱 你的事情 我听王五也说了 我们大伙也都愿意帮你 直接给你钱 依照你的性子 你肯定是不要的 咱们就从你母亲手里买榨菜 给你凑个十两银子 是完全没问题的 张大炮这会感激得不知道说啥好了 只能给大伙道谢 吴氏也把从家里带来的榨菜 分给大家 还说以后会经常给大伙带榨菜来的 不出三个月 张大炮就弄到了十两银子 也是如愿地取到了小翠 洞房的时候 张大炮对小翠说道 媳妇 以后要好好孝敬的爹娘 如果没有他们及时赶到 给自己出主意想办法 说不定现在牢房里 待的不是公投 就是自己了 事后 王五还找吴大妈问 你们两个怎么知道炮哥要去跟人打架 我可什么都没有给你们说呀 吴氏听后笑着说道 就你们心里想的什么事 我们当父母的虽然是不在身边 但也能够猜出八九成 虽然你没说你们出了事情 但大炮那小子 足足给我们两个买了一年用药的剂量 按照我对他的了解 他肯定有事 所以我们劳两口 才让你赶快带着我们去找他的 王五听后说道 果然最懂孩子的 还是自己的父母啊 老话说人为才死 鸟尾石王 有这么一个漂亮媳妇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抢闺蜜的丈夫 陷害自己的小叔子 眼看目的快要达到的时候 却让一个小偷 坏了自己的好事 这就是咱们要说的故事 大嫂的秘密 这个故事发生在明朝的时候 在房山县有户人家 户主名名叫周大福 周大福是城里有名的富户 名下有不少的房产和田产 城里各个行业的铺子都有涉猎 用咱们现在的词来形容 就是妥妥的土豪一个 周大福不光是事业兴旺 家里的人丁也兴旺 媳妇和小妾一人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老话说儿子随娘一点都不错 周大福的媳妇吴氏是大户人家的小姐 直书打理温文尔雅 生的儿子周平安也是性格温和 聪明好学 这小妾孙氏是周大福花钱熟的一个风月女子 孙氏样貌漂亮 一下就把周大福给迷住了 花钱熟回来成了自己的小妾了 也给周大福生了一个儿子 取名周喜乐 这小子虽然聪明 但从小就不老实 长大之后仗着自己家里钱财 在外面没少沾花惹草 还得了一个花花公子的名号 周大福对这个老二也十分头疼 说叫打骂根本就不管用 不像他大哥周平安一样 是个老实孩子 不过最近周大福对周平安也犯愁了 愁的是这小子的婚事 周大福给周平安说的媳妇 原本是城里王源外的千金小姐 王月如本来两家都定好成亲的日子了 但月如突然就不嫁给自己儿子了 这一问之下才知道 竟然是自己儿子付了人家月如小姐 这咋回事呢 原来月如有个好姐妹 叫张春月 用咱们现在的话说 他们两个就是好闺蜜了 一次三人在外出游玩的时候 回来得太晚 周平安把月如送到府上之后 就顺道再把春月给送回家 也是天宫不作美 这刚到春月家里 就下起了小雨 没办法周平安只能先在春月家里避雨 等雨停之后再赶回自己家中 春月父母一看周公子来亲自送自己闺女回来 这天色也晚了 吃完饭再走吧 两人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周平安 就是这一顿饭让周平安就摊上市了 等到了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和春月光溜溜的在一张床上呢 周平安是大惊失色 不知道自己怎么和春月搞在了一起 好巧不巧的是月如来找春月 正好看到了这一幕 月如哪能受得了这个 一气之下就让自己父亲和周平安解除婚约了 并且还让周平安要对自己闺蜜春月负责 不然就到衙门去告他 这很明显就是春月故意寄引诱的周平安 月如让自己把闺蜜给卖了 还帮着他说话呢 周平安也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 一下子也慌了 不知道咋办 就把这个事给他老爹周大福说了 周大福一边责怪自己儿子没定力 一边找张员外商议 看此事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 就算是月如不嫁给自己大儿子 嫁给自己小儿子也行啊 结果让张员外直接给对了回来说道 周大福 你想什么美事呢 谁不知道 你家老二是个风流公子 实在没想到你家老大也是如此 果然都是随了你呀 生性风流 原来当时周大福给孙氏赎身的时候 就引来城里不少园外的嘲笑 周大福也没有在意别人的说法 现在张园外又提起此事 让周大福很是恼怒 就派人到春月家提亲了 自己又不是离了你闺女就娶不上儿媳妇了 春月这一下就算是攀上高枝了 成了周家的大少奶奶 他们家里的条件也跟着好了起来 春月也挺给力的 转过年就给周平安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取名周小宝 周大福也很高兴 整天嚷嚷着让周喜乐也抓紧娶个媳妇 给自己再生个大胖孙子 这样他们老周家就算是香火旺盛了 可周喜乐这小子不听啊 整日掉了锒铛不务正业 气得周大福没有办法 不过有句老话说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 周喜乐就因为仗着自己家里有钱 在春风楼和别人争夺一个姑娘 跟人家打了起来 这时还闹到了官府 周大福是花了不少银子 才把他给弄了出来 还赔给人家被打的一方不少银子 这才完事 此事之后 周大福意识到这个老二 自己要是再不管 以后就没救了 于是就跟全府上下交代 谁也不能私自借银子给周喜乐 如有发现 一律撵出周府 还特别给孙氏说断绝周喜乐的全部零花钱 想要钱的话 自己到铺子里干活去挣 挣着就花 挣不着的话就不花 要是赶再踏入青楼一步 发现之后就打断一条腿 这下周喜乐没招了 一向疼爱自己的母亲 也帮不了自己了 这天周喜乐就找孙氏来诉苦 说自己已经好长时间 没有出去了 自己的那帮朋友都嫌弃自己了 想找自己母亲拿些钱财 自己好跟朋友出去喝酒 孙氏虽然疼爱自己儿子 但是他也不敢忤逆周大福的意思 这要是让老爷知道自己给了喜乐钱财 回头指不定怎么说自己呢 想到这里孙氏就开导周喜乐说道 喜乐呀 你也老大不小了 不要整天想着吃喝玩乐 也跟你大哥个学学怎么做生意 将来还要继承一部分家产呢 你看你大哥 现在儿子都有了 你小子还光想着玩呢 这怎么能行 在孙氏这里没要到钱财 还听了一番教训 周喜乐心里很是郁闷 但也不能直面顶撞自己母亲 说了声知道了就出门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对周喜乐钱财的管控 周大福发现这小子为了挣钱 直到到铺子里干活了 这一发现让周大福心里很是高兴 认为自己儿子终于知道上进了 可周大福这还没高兴两天呢 周喜乐这又贪上事了 而且还是人命大事 原来这段时间春月的妹妹春花来周府 看望自己的姐姐 正好在府里小住几天 可就在今天一早 小丫鬟来叫春花吃饭的时候 发现春花衣衫不整地躺在客厅 胸口有个致命伤口 地上流了一地的血迹 这人已经没气了 赶忙大声呼喊救命 小丫鬟的喊声把众人都给引来了 春花看到自己妹妹的尸体 失声痛哭 周平安赶忙让下人去报案去了 周大福见状也冷了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过一会的功夫 县老爷刘大人就带着武座和捕快到了案发现场 经过武座的一番探查 推断春花的死亡时间是昨天晚上虚实左右 武座这么一说 春月就激动起来 赶忙质问周喜乐 自己妹妹是不是他杀的 周喜乐一听也猛了 自己大嫂怎么会质问自己呢 春月就悲愤地说道 昨天晚上虚实左右 我就发现你在春花门口 鬼鬼祟祟的 肯定是你小子色心幼气 公共断了你钱财 你不能去外面潇洒 就找上春花了 周大孙听后 也是历声质问 周喜乐 这是是不是他做的 如果不是 为啥半夜在春花房间外 鬼鬼祟祟的转悠 周喜乐听后大呼自己冤枉 说自己这段时间让周大福管控的厉害 府里的下人 没一个敢借钱给自己 正好这两天春花在这里看自己大嫂 周喜乐心想春花不算是周府的人 自己找他借钱应该没事 就到了春花的房间 想去借钱的 但又一想到周大福说 自己要是再去青楼那种地方 就打断自己的腿 吓得周喜乐又打消了找春花借钱的念头 自己也没有想到今天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刘大人勘察了一番之后 就把周喜乐给带走了 因为这小子确实是个好色之徒 上次就是在青楼和人争夺一个姑娘 叫人把那个小伙子给打了 最后是赔了人家不少银子 才完事 现在又在被害人的屋外瞎转悠 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就把周喜乐给带走审问去了 这下孙氏就急了 让周大福赶紧想办法救救自己儿子 家里出了这种事情 周大福也很头大 只好找到大人给他塞银子 想让他对自己儿子网开一面 可毕竟是人命关天的案子 不是那种打架斗殴的小案件 这牵扯到自己政绩的事情 周大福这回拿银子也不好使了 刘大人就让周大福回家等消息 自己查明了案件之后 会给他一个交代的 周大福也没办法 只好拿着银子郁闷地回去了 自从周喜乐被关入大牢之后 周大福家里就接二连三地出事 先是第二天自己府里 少了一些名贵的珠宝 接着没几天的时间 自己大儿子周平安也病倒了 接二连三的事情 搞得周大福的头都大了 这转眼半个月就过去了 春花的案件依然是没有什么进展 周喜乐自从被关入牢房之后 让刘大人审问过两次 然后就不再管自己了 现在周喜乐是悔不当初啊 这牢房里光线差 条件差 关键是吃的也不好 让一向吃惯美味佳肴的周喜乐 是难以下宴 半个月的功夫瘦下来十来斤 整个人看起来没一点的精神 要不是自己名声在外 自己大嫂也不会怀疑自己 自己也不会被关入这牢房里 周大福也经常来催促刘大人 问着凶手和小偷找到有没有找到 可当时也没有监控什么的 凶手犯案之后就逃走了 想找到凶手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刘大人让周大福不要着急 自己抓住凶手之后 第一时间派人通知他 周大福也是无奈 只能焦急的在家等消息 刘大人让周大福催的也很着急 可一时间抓不住凶手 他没有什么好办法 再说了 整个县城这么多事 自己也不能光查你家的案子 别人家的事也得管啊 就这么一拖拉 大半年都过去了 这段时间里 周喜乐在牢房里除了忏悔就是忏悔 恨自己当初不争气 才有了今日的牢狱之灾 周喜乐在牢房里不好过 外面的周家现在也不好过 本来这生意周大福都交给大儿子周平安管了 谁知道半年前自己儿子就病倒了 虽说看了不少的郎中 但现在依然没有见好的迹象 只能在家静养了 这生意上的担子又落到周大福的身上了 这天城里的赵元外娶儿媳妇 周大福作为赵元外的好朋友 当然是在被邀请之列 周大福备了一份厚礼 就去了赵元外家了 到了之后 受到了赵元外的热情招待 等宾客散尽 新郎新娘也入了洞房 周大福也准备回去 赵元外拉着周大福的手说道 周大哥 今天我高兴 刚才太忙了 没空照顾 咱们兄弟两个再喝几杯 周大福听后就留下来了 最近家里出的这一摊子是 让周大福感到身心疲惫 正好借这个机会 好好地放松一下 两人是推杯换盏喝了不少 不过他们都是经常在酒桌上混的人 这酒量也当然也就不小 就当两人准备再打开一坛子好酒的时候 突然就听到新房里传来新娘子的一声尖叫 来人呢 抓小偷 周大福和赵元外听后 赶忙招呼了家中的伙计朝着新房跑去 等到了之后 本来应该只有两人的新房 现在又多出了一个男人 赵元外赶忙吩咐伙计把这男人给绑了送官了 您想啊 这都大晚上的了 刘大人也休息了 大半夜的让人给弄起来审案子 这心情肯定恼火 本想让人押入大牢明日在审理的 但这赵元外和知府大人可是又表亲关系的 自己也不能怠慢 连夜升堂审案 就见这堂下跪着一个精瘦的男子 长得是贼眉鼠眼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经过审理 得知这小偷名叫马三 看到城里赵元外家今天办喜事 马三就想去偷些东西 这小子混着来往的宾客 趁大火不注意就偷偷地溜到新房里去了 然后就藏到了床底下 他本想着等着一对新人折腾累了 自己在偷些值钱的东西的 可让马三没想到的是 这一对小年轻实在是太能折腾了 两三个时辰都没有完事 马三趴在床底下是一动也不敢动 累得实在是不行了 稍微动了一下腿 谁知道这新娘子也太机灵了 立马就给新郎说这床下有人 新郎本以为是他不靠谱的朋友闹洞房呢 谁知道把马三从床底下弄出来一看 两人谁也不认识 新娘子这才大喊抓小偷的 然后马三就让赵元外带人给扭送到衙门了 周大福也想询问一下 自己儿子的案件进展如何 就跟着赵元外一块来了 审完案子 这马三就是小偷一个 刘大人就让不快把马三给带入大牢关起来 自己也准备回去睡觉了 可就在这时候 周大福大喝一声 慢着 然后是快步地走到马三跟前 在他腰间摘下一个玉坠问道 马三这玉坠那里来的 这是我府中的玉坠 怎么会在你的身上 刘大人一听 这马三还是个罐头啊 于是就一拍金堂木喝道 马三赶快从始招来 周元外府里的玉坠怎么会在你身上 你是何时偷盗的 马三一看自己这也太倒霉了 本来就是一件偷盗案件 现在好了 之前犯的事竟然让人给看出来了 不过这玉坠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标记 怎么就能证明是他们周府的呢 马三就死不承认 刘大人本来解决掉赵元外的案子 就想去接着睡的 现在竟然让周大福又发现了意外情况 心里对马三很是恼怒 见他还在狡辩 立马让不快给了二十大板 让马三想清楚再说 不快心里对马三也有气 这家伙害得我们大伙都不能睡 肯定要好好招呼一下 出出心中的恶气 这一顿板子下来 虽然是二十下 但力道十足 打得马三鬼哭狼嚎 不到二十下就全招了 说这个玉坠是半年之前 在周府里偷盗的 当时自己感觉这玉坠样是漂亮 而且上面还没有什么标记 就带着自己身上了 没想到让周大福给认出来了 周大福听马三说完 激动地说道 大人 马三说的日子 就是春花死在我府里的日子 而且时间上也对得上 刘大人听后感觉也是 就询问马三有没有杀害春花 马三听后头摇的跟波浪鼓似的 说自己只偷了一些东西 没有杀人 不过说这话的时候 马三眼神闪躲 神色慌张 一看就没有说实话 刘大人见状就吩咐不快 再给马三二十大板 让他好好想想 马三一听 吓得贪婪在地说道 大人别打了 我说 那女子是我杀的 我本来就只想偷些钱财的 不过等我溜进房间之后 发现躺在床上的女子漂亮 就心生歹念 想行不轨之事 没想到那女子誓死不从 还要叫人 无奈之下 我只能将他杀害 偷了东西逃之夭夭 周大福听后激动地说道 大人 这都是马三做的 我儿子没有杀人呢 还请大人 释放我儿子周喜乐呀 刘大人也没有想到 一个小小的偷盗案子 竟然还牵扯出了一桩人命案子 就让不快把周喜乐给放了出来 跟着周大福回家了 在路上周大福是非常激动 把这半年来家里的事情 跟周喜乐大体说了一遍 还让周喜乐回去之后 好好地梳洗一番 到明天给大伙一个惊喜 到了第二天 等周喜乐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 大伙都愣住了 尤其是孙氏 哭得都快成累人了 周大福就把昨天晚上的事 给大伙说了一遍 听到周喜乐不是杀人凶手 大伙都高兴坏了 知道自己大哥病了挺长时间了 周喜乐就去看自己大哥去了 等出来之后 周喜乐就对周大福说 自己要跟着学做生意 周大福心中大喜 没想到在牢房里待了半年 自己儿子还转性了 这让周大福非常高兴 这天春月去庙里上香 祈求自己丈夫早日康复 没一会的功夫寺庙的外面 就来了不少捕快 过了半炷香的功夫 春月和一个男子就让捕快 从寺庙里给带了出来 大堂上春月就询问自己所犯何事 为啥要抓自己 周大福是气愤地说道 为什么要抓你 要不是喜乐告诉我 我还不信呢 没想到你这个贱女人 还真的勾结外人 想谋害我儿子的性命 原来周喜乐在牢房里的半年 接触到了不少犯罪的人 他们犯罪的手法 也让周喜乐大开眼界 等回到府里 见到自己生病的大哥 周喜乐就发现自己大哥的状况 和牢房里一个罪犯 所说过人中毒的状况 是一样的 就询问了周平安是谁一直给他熬药 周平安就说是他春月大嫂 一直照顾自己 周喜乐当时就觉得有些不对劲 就把自己的疑惑在铺子里 告诉了周大福 周大福本就对春月用下作手段 嫁到他们 周家心里不满 要不是他给周家生了个大胖小子 周大福早就想让周平安休了春月了 现在听自己儿子一说 立马就派人暗中监视春月 直到这次春月到寺庙上香 在一个房间里见了一个男子 周大福才意识到情况不对 报官把他们两个给抓了的 经过审问 原来周平安整日忙着铺子的生意 对春月关心不够 春月又是一个耐不住寂寞的主 在一次听戏的时候 和一个名叫邓七的戏子好上了 这个邓七红女人是一把好手 但同时她野心也不小 想通过春月霸占周家的财产 正好马三杀了春花 春月就诬陷是周喜乐杀害了自己妹妹 先把周喜乐给弄到了大牢里 然后两人又弄来一种慢性毒药 给周平安下毒 只要除去这两人 剩下周大福一个老东西就不足为惧了 春月和邓七的计划挺好 没想到让一个小偷半路给坏了好事 又让周喜乐识破了他们的阴谋 春月没有想到自己隐藏这么好的秘密 竟然让他小叔子给发现了 这就是所谓的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吧 最后春月和邓七被关入大牢房了 周平安经过解读也恢复了正常 周喜乐也痛改前非 和他大哥一起打理起家里的生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